嘿大家好,我是阿文,欢迎回到我们的生活系统频道 一年一度的科技政治,Computex 2020年要正式的展开了 那今天我们会用一个主题式的方式来大家去逛展 那虽然说Computex有很多是跟产业相关,跟2B相关的嘛 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可能的以消费者的切脚 以一个潜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一起来逛展 那今年Computex 2020还是以一个AI为主轴 那提到AI,不能够不提到的就是NVIDIA 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NVIDIA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AI 那今天是2020年的6月2号为我们打头阵的 就是NVIDIA的创办人,纪执行长 AI教父,Gensen Huang,黄仁勋 由他来跟我们分享人工智慧时代 如何带动全球新产业革命的发展 NVIDIA早就不是单纯的硬体公司 而是拥有完整生态系统的AI运算平台 我简单的把演讲分成软体,硬体,还有未来趋势三个部分 首先是软体的部分提到了Omniverse平台的数位软声 这个是近期AI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 也就是在数位的世界当中去创造一个与现实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包含了精准的物理特性等等 举例来说,NVIDIA Earth 2就是一个地球的数位软声 搭配Cordiff这样子的深层式AI模型 以及天气预报模型ForecastNet 可以用来更精准的预测天气 解析度从现有的25公里缩小到2公里 能够更精准的去预测区域的气象 台风从哪里登陆等等的 这个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 之后的精准度会再持续的提升到数米 我想这个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受益的 更多的数位软声相关的应用会在后面再提到 另外一个软体的大重点就是NVIDIA所推出的NIMS 它的全名叫做NVIDIA Inference Microservices 它是一个NVIDIA所推出的推论为服务 对于没有在从事相关领域的人来说 的确不是太好理解 可以把它想象成新形态采用GPU为核心运作的电脑 所需要的新形态的软体 NIMS它是一种AI的软体 或者是封装优化后在Cuda上面执行 那NIMS里面它就包含了各种领域预先训练好的模型 要从零开始去写软体 这真的太难了 软体开发者现在就可以拥有多个 拥有专业领域知识的NIMS 组合成一个AI的专业团队 却编写成一套能够互相沟通的AI软体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NIMS 可以简化复杂软体的编写 硬体的部分主角当然就是在GTC上面 所看到的Blackwell平台 随着AI的应用越来越多 训练模型还有资料的吞吐量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运算能力 反之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强大的硬体平台的诞生 AI它能够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 更精确更快速 超级电脑或者是资料中心的功耗也越小 那要如何在现有的科技技术下 拥有更强大的运算能力 NVIDIA的做法就是堆叠法 这个是我自己说的 就是把目前史上最大的两个晶片 合而为一变成一个Blackwell GPU 不只是这样子 NVIDIA他们还把两个Blackwell的GPU 和一个Great CPU做在一起 变成GP200这样子的一个超级晶片 运算能力大大提升的同时 更节省功耗 不过最大的亮点是 两个GP200继续结合成一个超级强大的运算节点 18个节点透过NVLINK组合成DGX GB200 NVL72 这是一个拥有72个Blackwell GPU 还有32个Great CPU所形成的超大型GPU 透过NVLINK的方式 Blackwell它最多可以连接576张的GPU 也就是八贵的DGX GB200 NVL72 那如果还想要连接更多的话 NVL他们也有提供解决方案 就是继续透过Infinite Band或者Spectrum X去串接起来 最终形成高达数万张GPU 我们这里呈现的是32,000个Blackwell GPU的人工智慧工厂 提供的浮点算力能力高达645EXAFLOPs 相较为上一代Hopper架构的EOS系统 整整高出了35倍 我真心的觉得我们正在见证跨时代的发展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黄仁勋他说了 两年后我们就要引接上百万个GPU连接在一起的时代 这真的很扯 到时候AI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还完全没有概念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无论是Blackwell或者是Hopper 他们的架构都是兼容的 就是说之前写在Hopper上面的软体 也能够在Blackwell上无痛升级运行 硬体的部分还有再提到了4款6个型号的RTX AI PC 硬体的部分介绍完之后 黄仁勋他也公开了未来的版图 清楚的让大家看到NVIDIA 接下来到2027年的规划 一年一个架构 那明年的话就会是Blackwell Ultra 还首次公布了下一代平台的名称 2026年的Rubin 还有2027年的Rubin Ultra 那最后当然还是要展望一下未来嘛 那黄仁勋表示 机器人的时代即将要全面来临 包括了机器人手臂这些都算 那未来的工厂都会是机器人化 可以理解还有执行复杂的任务 这些机器人的数据软身 可以在Omniverse的平台上去模拟出来 在遵循物理定律的虚拟世界当中 训练成为机器人 AI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或者是比较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 可能是CHET GPT 或者是深圳式的图片 但其实不止这些 我们在Compodex上中就看到很多的厂商 他们应用的不只是NVIDIA的硬体 还有软体的部分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Innovax 创新与新创的展区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Link Vision 他们是怎么样来去应用AI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Dr. Ray Wang 王博士好 今天要麻烦你辛苦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首先想要请问一下 请问Link Vision 是一家在做什么样的公司 大家好 我是Link Vision 的Ray 实际上我们Linker 致力于提升大家导入AI影像辨识的整个流程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AI的影像辨识平台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秀一下Link Vision 里面 我们实际的一些案例 帮助到民众的生活上面可以变得更好 每个家庭都会希望他的家人在危险的工作过程当中 可以保持他的一定的安全 所以当您看到一个画面里面有不同的危险积蓄 甚至是有一些重型的机台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我们能够用影像辨识 协助到您家人在工厂作业过程当中的安全呢 是不是能够提醒他您的安全帽没有戴 甚至有现场一些烟雾火焰出现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家人呢 这个就是在工作环境里面 照顾每一个施工或是每一个作业人员的一个安全的题材 像您看到更进阶的包含在一些化工厂 他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管线秀屎泄气 那这些危害的环境我们怎么样最及时最快的去警示 而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炸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毒气中毒的一个事件 这就是我们协助一些化工厂像台树 我们做到一个管线的监控 利用AI的方式进行提早预防 没错的没错的 在企业端他可能会有每一天几百个几千个事件要处理 当你要处理这些资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们一样用LIM LARGE LANGUAGE MODEL 在后台我们使用了H100 A100这样的一个Data Center的Server 去做到现在的一个LARGE LANGUAGE MODEL 在资料库里面的调取 今天你可以随时询问说哪一个地方违规最多 哪一个地方是有人缘闯入禁区 他会把你所有的资料调出来 协助你做到后台的一个管理的整理 针对性解决 就是Gen AI 还有结合LANGUAGE AI 可以带给您的一个价值 我现在可以完全的理解 黄润鑫做了Buy Mode Safe Mode的这个概念 是的 我们在Keynote上面有看到 Jensen介绍的我身后的这一台 NVIDIA GB200 NBL 72 我们请Jerry带我们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一台 OK 那我们这一柜呢 是我们华硕的经典最新的产品 是整柜形态的叫做ASUS ESC AI Pod 那是采用NVIDIA GB200的新的chipset 它叫做NBL 72 是因为它有18个计算节点 里面总共会有72个这一代 黄润鑫在讲的Blackwell的GPU 整柜呢它是采用水冷的架构 所以这一边都是GP200在里面 对 这边上面总共10台 这边总共8台都是里面有各两个GP200在里面 你如果在里面拆解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总共就是一台里面会有4个Blackwell GPU 那接下来我们请到了ASUS的Joseph 来带我们看一下 在软体的应用 或者是说GP200 由ASUS他们来去推出的话 有什么是ASUS独特的优点 有哪一些 我们的ASUS除了在GP200 NBL 72上面 我们有这样子的硬体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华硕有一组非常强大的AI的软体团队 我们要如何把一个GP200 NBL 72发挥到极致 那你一定要非常完美的完善的这个软体去配合它 去优化它整个效能 让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功能 那基于这样子的软体平台呢 我们上面又有了NV的AI Enterprise 也有NV的NIM相关的一些应用 然后可以充分把NV的Cuda相关的Solution 就充分的把它Depoint到客人终端用户上面去 了解 意思就是说现在NVIDIA他们推出了这个 我们叫做REX Server的东西叫做GP200 NBL 72 连接了这么多的GPU这么多的CPU 然后是由ASUS这边来去贩售出去 但是企业买回去之后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的去使用 那他们就会请你们来去协助 比如说整个机架架设起来 包括了水冷设备这些 然后End to End的Service 教他们怎么样去使用 他们想要在软体上面怎么样去优化 在他们的AI的部分 需要用到NVIDIA里面的Omniverse的哪一个软件 从硬体到软体 整个就由ASUS这里来去包办 帮他们优化整个过程 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跟NVIDIA相关的 Enterprise的像什么GP200那些 就是非常企业级的东西 但是NVIDIA同样的在Consumer的Products这边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 但是我想邀请一下NVIDIA的Jeff来为我们解说一下 因为我们都说2020年是一个AIPC的元年 就是今年这个词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 那对于NVIDIA来说这个词很新吗 就是NVIDIA是怎么样去定义的 是一定要有NPU的电脑才叫做AIPC 还是我们其实可以把 比如说我们过去几年可能有RTX的4070的电脑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AIPC 在你们这是怎么看的 在我们来说呢 现在所谓的AIPC是这个定义呢 或是这个新的所谓的产品 事实上也不见得那么新 是它的算力问题 因为我们听到说 管它是CHAT-GPT Stable的Fusion 还是这么多的AI的 甚至Vicotrop Co-pilot 这些东西 这么多的新的AI应用里面呢 重点是你可以跑它 所以事实上这个算力问题 而不是是不是 你有NPU这个问题 NPU我并不是说NPU不好 因为它确实可以做到 然后很省电 这没话说 但是呢 对我们来说 这个算是一个最基本的 你有多少的Top 你可以做多少的AI运算 这个才比较大的重点 所以刚刚你有提到 像可能40系列 还是30系列 甚至更好20系列 很多都可以跑这些东西 甚至跑的BMU好很多 那这些对我们来说 都是因为所谓的RTX AI PC 那因为它的算力够 然后你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更好的效能 可以开拓很多甚至本来没有的效果 像在游戏这边的话 DLSS事实上也是AI 对 那我们DLSS事实上 第一个版本是2018年就发布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NVIDIA 这里有所谓的AIPC的概念已经释出了 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流行用这个词汇来去说 这是一个AIPC这样子 差不多 对嘛 可以这么说 那最后的最后 我们现在来到了汉来饭店这边 因为NVIDIA 他们在这里举办了一个AI Summit 就是AI高峰会 这里举办了各种的论坛 也有看到在演讲时出现的小小机器人 那我们主要是去参观各个小房间 针对Enterprise的一些相关demo 更近距离的去了解硬体的设备 更详细的认识 还有体验软体的应用 例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数位软声 数位软声除了在Earth2的应用之外 如何在工厂建造的时候 能够透过数位软声的方式 在物理精确的虚拟世界当中去进行测试 怎么样的布局 能够最大的效率化 提升生产力 减少错误率 让不同层级的人员 在规划阶段的时候 就能够同步的在线上进行意见的交流 减少线性沟通的时间 那工厂上线之后 这个数位软声 它还可以去持续的监控 每一个生产线的状态 让生产速率大大的提升 这些应用对于台湾很多的 传产的转型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建造极度复杂的产品时 数位软声也能够精准地去呈现 最终的形态给客户 建造的过程当中 达到缩短上市时间 减少作业成本的好处 那现场还有demo 很多不同领域上面的应用 例如说 使用视觉AI辨识 来去取代人力 检查生产线的良率 在医学上开发性药物的时候 可以去使用NVIDIA的BioNIMO的NIMS 来计算小分子和蛋白质的结合概率 在Hippocratic AI上面 去体验数位护士的医疗服务 他就像真人聊天一样 告诉你说 你最近的检查报告如何 你有任何的医疗的疑问 也都可以询问他 那当然我有确认过 就是为给他的是正确的医疗资料库 Abridge可以帮助医生 去写病例报告 这个我想我的朋友会很开心 可以减少他的工作负担 Monai可以实时的在输入画面 例如说超音波 或者是内视镜这样子的画面上面 去进行分区啊 标记等等的 那最后我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来去做一个结尾 在游戏的应用上面 NVIDIA S让游戏的体验 真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游戏开发者可以去针对每一个人物 去进行人设 说话的速度 语速 声音表情 个性等等的 我现场有体验到 就是你是真的可以用自然语言的方式 来去跟这个角色进行对话 你问他任何的问题 跟他聊天 就算是不在人设里面的内容 他也都能够回答你 因为每一个角色 他们都拥有一个基本的通式背景 又使用到LM这样子的大型语言模型 那这家公司 他们现在已经跟很多大型的游戏 合作开发当中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大家就能够真实的体验到了 可能是我们真的聊得还蛮愉快的 他还有展示给我们看另外一款互动的游戏 002称之为边缘人游戏 它是一个双人游戏 不过搭配你的 是另外一个能够听得懂你命令的AI 你们要一起合作 就破关 所以你可以用声音的方式 请他走这里走那里 去把箱子搬过来等等的 超级适合不喜欢色角的人 玩了一款互动游戏 所以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在NVIDIA的采访记录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是真的觉得NVIDIA正在改变世界 接下来NVIDIA会带领AI的世界 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